北京时间9月26日,ESPN公布第一期Top10球队实力榜勇士高居联盟第一绿军第二休,四堆火箭排名第三洛杉矶湖湖人,仅仅位列第九昨天咱们刚说完湖人今天再说一下周,其所在的火箭先来,看看火箭中将媒体日定桌罢吧?根据火箭记者乔纳分费跟报道由,与脚踝扭伤周期预计将商品一周,希望大魔王能够赶得上季前赛火箭首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10月3日,打响他们的对手是孟非斯辉雄, 这也是周琪赢得主帅信任的绝好机,为安东尼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联盟三聚,投模式,在我刚进联盟的时候,如果你跟另外一个球星组队,你会被看不起,而现在这是很正常的夺冠式首要的球员去哪就不重要,了过来火箭是为了夺冠感觉自己属于这里北京,时间9月27日,NBA记者Dine Nickman爆料趁得安东尼强烈现象,于让戈登进入首发阵容,并让卡梅罗安东尼担任第六人的角色, 哥登今天在训练期间接受了采访,谈到自己即将出任首发时,哥很淡定,那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我只想尽力去帮助球队赢球哥登,如果首发会担任二号,为保罗一号位哈登被推到三号位安东尼,会成为板凳席上的领袖对瓜哥来说能否适应,新的角色也是火箭下赛季的最大变数,大胡子心想,哥本来是打空位的保罗来了之后, 我成了分位安东尼来了之后,我又成了小贤风两年,之后我可能要替卡佩拉打中风聊哥,才是打遍场上五个位置的男人火箭训练名,已经开始两天了登科的开领小背心,吸引不少眼球教主查了一下资料,这个紧身衣名叫MT-Tronic,是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 这不是一款普通的紧身衣,他可以监测包括心率在内的多项身体指标数据新赛季,保罗又要迎来里程碑他现在的抢断总数是2008个距离NBA历史抢断榜前十名的卡尔马龙,只差78次大约下赛季中,段就能完成超越保罗现在,以8708次助攻排名历史第九距离第七的以赛亚托马斯差三,百多次下赛季炮哥也将被微笑刺客,完成超越助攻和抢断双双位列NBA历史前十保罗的地位, 还有人质疑,麦巴特勒的下家悬而未决,他的经纪人已经通知森林郎老板热火是吉米首选交易目的地Word,的消息也印证了这一点,热火是和森林郎商讨最频繁的球队火箭则试图在交易中发挥创造性,如果火箭安灯炮有了J,B那勇士的夺冠道路不会太过平坦,让人尴尬,的是美国媒体又来巴黑历史,巴特勒23速时接受采访曾说过,自己永远不会穿的是麦阿密热火的球衣,所以说在NBA,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则就会收到针箱警告众所周知,下赛季是维德的最后一季,而巴特勒是闪电侠的师弟,他想在一支球队担任领袖角色,明年夏天,维德退役之后J,一当之无愧成,为麦阿密的新王者目前不知道热火的筹码,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莱利已经把三名球员摆上了货架, 维特斯白边泰勒约汉逊对刚刚和唐斯续约的森林郎来说大白边显然不是好的选择,所以他们极有可能引入第三方完成交易